大家好 歡迎你收聽大館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首先我們會跟進一下 Macron 奶油蛋糕 新七 去了美國訪問 昨天那集先剛剛說了他有些issue要提出 明顯地這一次應該有 大家雙方有了agreement 所以第一 出了joint declaration 大家都有joint statement 出了 有共同聲明 另外 聯合聲明也包得很廣泛 很多東西都包了 差不多G20港的題目 都已經加了資料 再加上有些實際的交易 有些正在討論 我們可以知道雙方 其實是有合作 然後當然也會講一講EU EU去中國這邊 反而其實情形有點像 蕭凌智走位訪問中國一樣 好像氣氛也好 但內容有些東西 稍為較真一點看 就不太過癮 另外 另外就是 要留意一下美國 日本 韓國 再進一步制裁北韓 你看到加上英國有國會議員 去訪問台灣地區 一看數字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有些東西是不會那麼容易放生的 現在 都是會在掌握的 不過遊戲是怎麼玩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逐節逐節講 逐個題目講 現在先講一下 奶油蛋糕和拜登兩人 奶油蛋糕來訪問 現在的情況如何呢 小弟可以 這次又來了 又認屎認屁 老師又中了 這樣 要是他提出的問題 大家看看John statement 其實分了幾段 當然第一段首先講 跨大西洋 歐洲和全球的安全 而這個安全的排位是先講 烏克蘭 接著講印太 接著先講非洲 緊張非洲 接著 中東就更加 其實他緊張是黎巴亂那邊 跟法國有關 接著就講核不擴散 接著就講經濟那邊 能源 supply chain 那些東西 已經提到 不要搞得我們生存不了 另外太空 能源 那些的合作 氣候的合作 還有呢 就是要加強這個 就是 錢銀的 大家一起出錢銀 接著就講全球的健康 和糧食安全 人權 然後就是 Cyber and Disinformation 最後就是 教育和科學的合作 但是這個不是簡單的 其實那個合作 如果看後面簽的那些東西 都不是小東西 就是頗為認真的 可以這麼說 這個聯合聲明出得的話 其實 美國不僅是和法國說定數 法國當然是代表 實際上就差不多和歐盟都等於說定數 當然你說要美國和歐盟簽 Free Trade Deal 似乎早了一點 但是兩者的關係 現在就繼續緊密了 而且由法國人去代表 代表歐盟走去和美國談 也有意思 如果以拉綫來計算 因為布林肯去拉綫的話 他拉法國那邊 比德國更好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布林肯本身在法國那裏 受過外交官的教育 他對法國那邊很熟 歐盟來計算 兩位大佬德國和法國 德國佬的東西比較容易 德國佬的東西就是 民意本身有些基礎 例如 中俄 那些事務上 但是 另一方面 德國在非洲 在全球很多地方 他的存在不夠大 當然他現在銳意去東盟 但是 如果你說老牌的歐陸殖民帝國 依然是以法國為首 法國的影響力夠大 而且法國影響的有些地方 也有些戰略位置 所以 跟法國佬談 不是說德國不重要 而是德國第一 他的立場比較清晰 而法國他也比較麻煩 而且法國佬一向難搞 也是糟糕 對不起 這句話說出來也沒辦法 我跟他們合作過以前 不愉快經歷 很多都是 法國佬是難搞一些 難錢 所以你要先打通法國佬 你打通法國佬在歐洲那邊就好搞這些 德國佬反而是義華為 義華為因為德國人 他那種 他們考慮事務雖然是有時慢 而且很step by step 很不靈活有些東西 但是問題是 只要你掌握得住一些基礎 民意基礎 利益上面的基礎 那些東西 他們想法是比較值得的 跟邏輯走 法國佬有時發覺到那套東西 他考慮的問題有些不同 但是如果你明白那套東西 有些人懂得怎樣玩外交突破 有些人可能突破到 明顯拜登是屬於歐洲事務 他坐在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時候 做委員會的時候 他都交通過這班人 交通歐洲人交通得很習慣 所以我想 找法國佬去交通 而不是先找德國佬去交通 我想也有這個原因 搞定法國佬在後面的事務 對歐盟事務就容易搞 不是有些事情就很濕 有些事情 所以 看他現在說好了 幾件事來計算 烏克蘭這件事 當然昨天說過 我不詳細再說 但是重點也是 他們現在的承諾 他們的支持 已經不只是停留在軍事那邊 就連所有相關的民用用品 只要被俄羅斯打殘了 他們都會想辦法 提供部件 提供支援 讓你可以修復 等到烏克蘭人 不要那麼淒涼 這方面他們會繼續合作 這個也不需要懷疑 當然法國佬自己 一直都 他都不是 至少在直接武器支援層面 就不太足夠 法國佬唯一一件事 他現在說話 他會在 追究 俄羅斯戰爭責任的位置 以及 在聯合國那些地方 當然聯合國其實沒有事要做 坦白 除非是在聯大 如果是在安理會 就什麼都不用做 因為 有兩票一定不會聽你的 就是俄國和中國的兩支票 就算中國中立也好 俄羅斯 他有否決權 所以如果他在安理會上 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唯一最多就是 Generat Sandby 但Generat Sandby 如果開大會的話 大家拉票 法國佬 和他留下的一些 以前的影響力 也有些票 也不是說做不到事 追究俄羅斯戰爭責任 如果他肯大大聲聲說的話 有人幫忙 也是好事 當然你不可以期望過高 因為法國佬這一輪 都可能還要靠美國幫忙 但是 重點是 法國佬暫時都不會 很多國 他都會站在 和美國說明 一起站在 撐硬烏克蘭 而且一定要保護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即是說你普京 如果你想說我把土地全割 來和美國 上台談判 你也不用考慮 美國簡單的就是 先切軍 切軍 土地都毀了 尊重烏克蘭領土完整 之下去談 這種談法最多就是 俄羅斯人在烏克蘭地方上的 少數族的權利 或者如何做到 令你舒服 令你俄羅斯人 不是你普京 是你俄羅斯人的感覺舒服 最多就是這樣 你說想說國人的領土 你就不想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可以說進一步 宣告就是俄羅斯的分化策略已經完了 即是 他本來有一段很短時間想分化 尤其是利用通脹 利用各方面的壓力 甚至利用一些歐洲人的民間壓力 因為正在捱貴的東西 希望利用這種壓力去逼到政府就範 至少在這一刻是壞了 而這些政府現在有 始終是民選政府 就算現在不是在選舉情況下 但他們都夠膽做得出 即是夠膽說得出的話 就變成民意還未逆轉 因為民意還在 所以除了少數 有些民意你沒辦法 總之大棒看起來暫時都可以 所以這條線暫時是安全 暫時會繼續玩下去 當然下一水 到底會不會有些積極點的攻勢 等到黎將軍回家休息 等到天再冷些 雪地已經鋪滿了 反而更加適合行軍 可能到時才說 另一方面就是印太 印太這邊 那個情況跟俄羅斯那一部分不同 因為俄羅斯那一部分 其實重點是要和平 但是印太現在不是正式打仗 但是反而是在很大的張力 還有很多不同的集團 不同的國家都有衝突 所以反而更加著重 要講規矩 而且最重要就是要中國 講規矩 現在現行世界的那套規矩 不是說中國那套規矩 要講大家世界的規矩 在講規矩的框之下 要保障台海的安全 同時要夾著北韓 不要再亂試射 因為北韓現在變成全球不穩的因素 不是一個辦法 對於全球的穩定也不是一個辦法 另外對於其他地區衝突也要怎麼解決 有些事情也依然要他們尊重國際法 尊重韓洪自由 其實這些事情一說下去 其實都是針對中國某程度上 還有就是 法國會說明他們會在太平洋倒序 擴張他們的外交發展經濟的影響力 令太平洋豬島和太平洋群島更加安全 亦更加可以繼續守規矩 意思是說明 法國將會在太平洋群島 發揮它以前有的影響力 出手 站在澳洲和美國人那邊 和中國頂 如果這句話說明了 澳洲的潛艇雕 雖然現在雕無法 但不代表法國人和澳洲人是在抹面 這種做法其實就是另一種方式支援澳洲 之餘 我懷疑和澳洲人會不會共同去到太平洋群島 一起去開發 而且如果要保障到那裡的開發 是跟規矩的 你也要有兵力 法國未必直接駐軍 但說不定還有其他技術可以轉讓給澳洲人 讓澳洲人加強國防能力 而如果這樣做 也對法國人的生意也帶來一些幫助 所以不要小看法國人的軍工工業也不弱 也挺強的 所以大家合起來 也因為這樣才可以保持航行自由 因為那裡也牽涉到 南太平洋 南海、東海的交界等 如果那些位的航行安全都受影響 也對歐洲很大件事 歐洲你要跟亞洲做生意 尤其是跟東亞的一帶做生意 那幾個海一定能接受到 如果那幾個海是中國的影響 其實對法國對歐洲一點好處都沒有 法國外面爭取這些交易 當然對法國繼續維持 他的大佬地位有些好處 因為不要忘記 法國在俄烏戰爭這壇事 其實是失了一些分 你的支持 尤其是德國和俄國最初都失分 尤其是英國 他前手上已經說過 但他起碼到了中後期 德國一直拿回來 他正在支援烏克蘭 他的支援也越來越大 也越來越多 而且他有支援 相反來說 法國幾乎是最少的那一批 這樣的話 在歐盟來說 你也不是大佬 他現在也有些事情要做 大家分工 如果德國看著東線 法國就在其他地方幫助 現在看款就是這樣 同時也跟美國交數 有些人為我和美國幫助 但有些人也要幫助我 那就是什麼呢 例如非洲 非洲那裏 其實是互相交易的 這件事也重要的 在非洲那裏 第一 大家一起 因為上次我在G26說過 美國人其實在搞一個project出來 他們都叫做Great Green Wall 其實這個Green Wall 某程度上 我講過 用氣候來做一種的戰略 這個戰略其實就是商業戰略 通過氣候議題 可以阻止俄羅斯和中國 在非洲進一步的擴張 但這是要錢的 這個錢本身就是 美國扯了頭腦 但法國也扔錢下去 因為法國在環保工業裡 其實也扔過不少資源去發展 所以如果將來全世界的標準 大家都跟著這個標準 歐盟裡面好像德法這些地方 美國加拿大這些地方都會 日本那些 他們在綠色技術方面 有祖先雀鞭的國家 基本上都有機會受惠 而俄羅斯一定會死眼的 因為俄羅斯在這方面幾乎沒有發展過 即是沒有著墨 如果用這種方式的話 實際上一方面是買非洲票 即是買非洲支援 但另一方面其實就是禁止俄羅斯的進程 尤其是俄羅斯人開抗的那些玩法 也不方會環保到哪裏 如果非洲人 非洲無論是統治者的集團 還是在野集團 但如果他們發覺 這裡有數位 有數分 而且分起來 還可以得到歐洲市場 和美洲市場 得到他們的資金支持 而得出來的結果更好 俄羅斯人 至少睡得著覺 還有大市場 而且市場是有錢市場 那些市場是用錢 即是會出錢買你的東西 而不是俄羅斯人 有時候是古靈精怪的 大佬欺負你也有 或者是付錢 或者是付錢也有 答應了多少不付錢 如果你再吵他 就支持你的軍閥叛變 然後派華加勒集團去打架 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 在這方面 第一 用環保戰略 做一個手段 做一個入門門檻 擋住俄羅斯人 另一方面 有些實質好處 給非洲人 就是 能源 糧食 那些供應 要是美國和法國 一會後面會說 他們在搞全球的能源 那方面的 alliance 就是 看看怎樣可以 衛及到非洲 非洲 如果你那些問題 解決到 你不用怕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兩件事 最惡惡 在你非洲 WIT 即是小米 和ARMY 即是那些華加勒集團 如果是 我倆都能打得巢 他們 我們幫你更好 還有 上次在G20 法國已經 出聲幫非洲 說 下次G20開會 歐盟 既然可以當作是一個組織 加起來 一起進來 不如非盟也可以 加起來 你也當作是一把聲 拿這些東西來當作交換 似乎美國就支持這套 所以美國就說 我們大家一起做 一起支持 對於美國來說 有一個好處 因為美國 現在的發展情況 非洲都越來越重要 因為非洲的天然資源 其實是豐厚 只不過是非洲的基建 實在太差 很多的資源 根本不適合 或者就是適合 可以拿到貴人 賺到出去 再加多4-5倍價錢 又要不穩定 不如去其他地方找 但現在就不是 現在他們的方向 就是要跟中國和俄國搶 這些影響力 中國已經做了不少基建 但中國的基建 有時做起來 是有中國自己的戰略考量 而不是在考量非洲 本身那套 令非洲既穩定 而同時可以有更好的市場出口 如果只是針對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有水 第一 經濟發展會放慢 而且隨時跟美國 埋牙打仗 連市場也沒有 非洲就叫他下注 你選哪一邊 但美國的問題是 他不可能經常派兵過去 因為對於非洲來說 他不是第一要注意的地方 對於美國來說 最重要的始終是印太地區 那個是家門口 第二就是歐洲 歐洲其實都是家門口 但問題是歐洲幫你擋了一會兒 有你的比較堅定的盟友 歐盟 英國那些在 有些比較堅定的盟友 你可以小凡些 可以多些集中資源 在印太和中國去頂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非洲就沒有空 而非洲一向都是 以前都是被英法兩國副瓜分 就是N年前 而當中 之後一直有施展影響力的 都是法國 法國在薩克拉一帶的影響力 一直都深 除了Algeria 那些是 Algeria 除了Algeria 比較親意義大利 其實很多Buffet 以及Egypt 是英國的 其他有些 跟法國人都是比較熟悉的 法國一向有在投資 做生意 乃至中非那些 更加不用說 資源風口的地方 在那些地方 如果美國支持你 法國去做 你發覺重返非洲 你拿回非洲的影響力 可以控制非洲的天然資源 下一水的發展 非洲可能都可以納入去全球體系裡 雖然不會馬上肥仔 因為 如果要發展的話 你可能會發展東南亞 好做過發展 非洲 比較容易 沒那麼吵架 吵架極 也不像非洲 非洲 那些軍閥還行的地方 你真的 跟東南亞還差一大距 所以我想他們 這裏講好了數 法國就有機會回去 如果有機會回去 馬克羅 新七起碼可以在法國的抗務公司 核能源公司 那些老闆交貨 還有一些基建公司 因為下一水 你回去回去 穩定局面之後 你也要做多少基建下去 有機會到他回到 那些全球可能含入經濟的衰退 大家都要各個政府去奪錢 去奪起經濟的話 奪錢做基建 而這個基建又不是在國內做大白帳 而可能真的有需要 可以令到整個非洲穩定 那非洲地緣穩定 加上經濟 至少原材料有了穩定供應的話 對全世界 至少對歐洲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有比較穩定的原材料供應 也比較穩定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難民 經濟移民不斷衝過來 也令到他的壓力減低 跟這件事有點相似的就是中東 中東方面 對於黎巴嫩當然是重要 黎巴嫩對法國來說是重要的 一向都是有交易 而且黎巴嫩也是以前法國殖民地 大家之間有那個需求 但是同時你要看著就是這個 最煩的鐵三角就是敘利亞 伊拉克和伊朗 而由一個共同聲明看 甚至法國也已經放棄 看來應該放棄跟伊朗政府交易 而且反而是應該跟美國人 都會支持伊朗人民去推翻自己的政府 所以如果是這樣 伊朗的 我想他們現在反而是在伊朗玩核的位置強硬 就不再跟伊朗談些什麼 本來就很著緊要談那些 但現在看起來 在那個位置不丟 因為伊朗的情況有變局 如果這個變數能夠利用到 而成功了的話 對於美歐來計 他們有他們的集體安全 可以完全能夠滿足 中東沒有那麼複雜 有些事情 所以在這一刻他們會這樣做 以及伊朗人也實在很麻煩 以及伊朗的外圍武裝組織也太多 所以禁止伊朗人一段 也對於整個中東穩定一點 以及如果禁止伊朗人的話 如果伊朗變回民主國家 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ISIS 如果十頁那邊沒有那麼軍事化 其實反過來也可以令到 至少那堆沙地遊王 那些人也未必那麼支持 那麼多恐怖組織 或者他們支持也沒有道理 即是說不出了 變成美國有大條道理 按握那些人 中東可以少一點封煙 可能會穩定一點 亦都這樣做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對於整個海灣地區都會穩定 因為這兩塊地區由海灣地區 一直貼到北非和中非 這一帶如果穩定的話 對歐洲的安全很重要 歐洲如果這樣放得深 集中火力頂著俄羅斯 因為如果烏克蘭戰士贏了 之後俄羅斯應該會陷入一個混亂時期 誰贏你不知道 現在普京繼續能夠做下去 還是他被馬仔推翻 還是被那些右翼膠 右翼嬌 那些爺嬌推倒他們 會不會甚至梅德偉 傑夫這條看上去 有機會復出 原來面猛心精 我們都不知道 但無論是哪種場景 都需要歐洲能夠足夠穩定 去面對著東邊這個地方 如果非洲再有混亂的話 歐洲的安全都很堪憂 如果歐洲安全堪憂 美國要保住歐洲 就變成不夠力去看亞洲 所以在現在這一刻 趁天次良機就真的走去 把北非拿回來 非洲裏面 因為華格蘭集團 在華格蘭集團支撐下 俄佬在中非大展拳腳 又被他控制到一些重要的戰略物資 各種的礦物 金人和鐵石 油 cobot 菇 升降機 那些很重要的 那些東西 還沒計算 軍工市場 又被華格蘭集團拿去搞 而且華格蘭集團在那裡 他會支持一些軍閥 或者支持那些東西 也會搞亂 那變成你如果能夠趁俄羅斯 和烏克蘭打到難分難解 而他一直要求華格蘭集團來幫忙 一直要抽掉人馬 一直抽掉人馬的話 華格蘭集團 他不可能是一個政府 他不可能是精兵 他精不到兵 只能夠靠出錢去招兵 去務兵 招募回來 但是務兵有個問題 就是要看你務什麼兵 你要務的兵 一般來說 這些僱傭兵集團 他當然想務一些精銳 有軍事經驗的人 有正規軍事訓練 也有正規的軍事經驗 不過現在可能退役 他不想再做正式軍人 可能做這些僱傭兵 收錢好過了 賺錢 那些人不多 畢竟受過正規訓練 遠不及一些黎民多 但是黎民不正德 只能夠用錢去招 用錢去招的話 你當然想物有所值 你不想招到那個人回來 結果你上了第一場就陣亡 然後你還要賠償撫術 雖然華格蘭集團的條件不太好 條件很苛刻 甚至可能不找錢 但是你也要 多多一點都要裝作 不是沒有人跟你打工 人家會傳出去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想招政兵 但是在那些地方招什麼 大佬 隨時 在現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俄羅斯有需要 隨時你要由 敘利亞 由非洲 這一帶抽調你一部分的人 去護住普京 而且 對於 所謂的普京廚師 這位華格蘭集團的金主 他可以有機會 由金主一躍變成國主 大佬 他現在當然 最重要是看馬層的重點位 李華奇 要游救他 現在重點位先看 回到俄羅斯 如果是這樣 一路抽調 這是天賜良 把俄羅斯逐出非洲 至少是華格蘭集團逐出非洲 華格蘭集團少了一頭收入來源 少了一些Active Mission 少了一些收入來源 也會令到 他的勢力進一步減弱 華格蘭集團未必肯制 但如果不肯制也有一個好處 如果不肯制的話 他死留在非洲 而隨時跟你去到敘利亞 又是200元一工 還要200元不知道什麼錢 200元奴報一工 一天200元招利亞 招利亞的炮灰過去 馬上去到 送死 消耗彈藥都不能夠 即是無法起作用 真的一去到直接炮灰 或者直接投降 你還衰 你還要養他那幾天 你計算數字 完全虧了給他 難道他招利那些人回來嗎 那些不肯戰鬥力 那些只有藍少 如果你說要找恐怖分子 認識那些人 對於普京來說 不如找卡特羅夫去談 看看可否招到這些垃圾回來 就不需要那麼煩 但你對付烏克蘭 玩恐怖分子 沒什麼用 你那些 你滲不進去 人家的民族認同那麼強 而且人家的民族很獨特 有些事情 你話也不通 有些事情 敘利亞人走去跟你說 你誰會相信嗎 那些敘利亞人一天拜五次 你一去到拜五次 你就知道 你會教到的 烏克蘭多數都不相信這個教 就是容易分辨 你想做恐怖分子滲透 也沒那麼容易 最多是招呼 烏克蘭自己的那些人 但那些要用華格勒集團做嗎 所以如果他放棄 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其中一個淺銀來源 非洲的那些地區 而不再抽調人手 而被那些流流流的炮灰給普京 那也是一個好處 變成正面戰場上 普京越打越醜 這也不奇怪 因為金主想做國主 他輸了場仗就最好 他又可以保存自己的兄弟 不要打爛自己的牌 然後借個機會 就不用自己出手 最好就是把情報 圈賣給右翼的爺爺 那些爺爺不滿 就去暗殺普京 暗殺後 這位華格勒金主 就變成了風神秀吉 就說信長死了我幫他報仇 然後就把明智光秀的那些爺爺 都倒塌 就搞定自己做老闆 也不奇怪 當然我幻想 我這些位置有點夠說 你覺得已經太小說了 但是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你華格勒集團也好 普京也好 大家互相猜疑 如果你能夠令華格勒集團 兩邊應付不了的話 他也有自己的思考 令普京的實力 你隨便約一頭 就已經打穿了俄羅斯之前做的包圍功夫 令俄羅斯進一步被包圍死 被困住在歐洲自己的地方 反而對歐洲穩定也有好處 所以非洲這邊也有這樣的落物 更何況非洲這邊因為有這麼多元素 就是有這麼多東西 對於美國和法國的公司開採 也有特別法國公司 這也包括後面說到核能的運用 核能運用到其實美國和法國 大家現在已經組成了一個群組 組成了一個夥伴群組 這個夥伴群組 就是去推廣民用的核能 當然法國很認為核能是其中一種 潔淨能源的來源 至少這種能源是沒有這麼多的 carbon emission 如果沒有這麼多 carbon emission 如果做好就非常好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合作 另外他們在下面討論 economy那些地方 也拜登答應了 他們現在國會推出的通脹法案 他們也會再去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不要讓歐洲的公司受到這麼大的競爭壓力 至少大家在同等的起跑線上欠這個市場 也就是說其實講點數 美國和歐盟之間 大家在經濟利益上可能會有衝突 或者是有一定的競爭 但是我們是良性競爭 我們不是惡意去做爛市 而且大家最好就是大家分到餅 所以拜登那邊會去想 會去看看可以怎樣做法 就不要損害歐洲的利益 如果這件事成功的話 至少Macron又可以再多些企業票 還有在整個歐洲裏面 他還有多少大老美 如果拿到威望的話 對付他國會裏面那些麻煩的 極左和極右的麻煩人 他也有些辦法 還可以有些機會 而美國也批評他 因為如果批評法國的極右 那類型的勇一上台 立刻一個屈美十走 跟俄羅斯親善 你就真是大混亂 因為俄羅斯你不批評親善 但是你求批評了這麼多駐下去 但是有些這樣的交友 或者一些傻子 你真的會做得出 有些事情破壞了整盤棋 極左那些會削弱你法國的經濟實力 如果極左那些搞起來 搞社會主義 到真是很社會主義的那套 那你真是頭都尺埋了 然後你這頭 你還要有一個共產主義大國 叫中國 那頭你還扶多幾隻社會主義國家 武陸 你站向美國 美國現在拜登那些 他不是搞社會主義 他是自由主義 你可以說他無定向風 社會需要公平多點 就近社會主義 社會需要活力多點 就近保守派那邊 但是不可能 不是搞左那批 但是法國極左起上來 很麻煩 所以 沒有人選擇 就選擇油德亞奶油蛋糕去頂住 這些是一些決定 另外還有一個決定 這個直接簽了 就是法國那邊的大學 和美國之家大學 大家合作 搞這個量子通訊的發展 大家的研究 互相分享研究成果 互相派學者 去對方那裡交流訪問 不要忘記 量子通訊都是未來的一部分 變成了法國很想掌握到這些 而如果你說以全球角度計 要在資訊產業上領先的話 他們這樣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有意義的 我想他們連法國 整個歐洲都在怕中國那種追法 因為中國在量子計算 量子電腦 量子通訊裡面 撇除假大空的東西 其實他都有實實質質的研究 也不是慢 其實不是落後 中國走得很快 中國來計算 所以對於法國 這些都是大威脅 歐盟現在有這些項目 在做 所以如果能夠和美國 大家一起合作 交換資料 而且交換資源的話 為什麼不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實質的合作 所以法國人得到 除了他可以推到核能 可以在量子通訊 量子技術方面 又可以和美國多些合作 另外美國也保障到他的能源供應 除了尿起一丟之外 當然美國有大量的天然氣可以出到 法國也和歐洲 會考慮到 如果是這樣 我們盡量不依賴俄羅斯 我們入口美國的天然氣 加上其他能源 令到歐洲不再靠俄羅斯 所以在這方面算起來 歐洲連一些利益都不會和俄羅斯在一起 而與此同時 歐洲今天也出台 就是打算限制俄羅斯出的海油 在60元一桶 如果出60元一桶 在現在的環境下 俄羅斯已經沒有錢可以賺 所以出一桶蝕一桶 簡直說 類似是這樣的做法 雖然俄羅斯的油很便宜 但如果俄羅斯由海油 就不見得可以便宜去哪裡 海油一般沒有65元一桶 就不太行 所以現在這個價值 80多元就有錢賺 如果到65元 現在純海油就不容易賺 除非你那間石油公司 是一個混合 裡面有三十多元一桶 即是二開的油田油 那你混合到四五十元之間 就算60元也有錢賺 但現在他專門這樣做 一方面讓俄羅斯的海油全死 另外一方面 導致俄羅斯其他油也沒有錢賺 這條方法都限制 限制他們的石油價格 歐洲既然已經預計了要限制俄羅斯入口石油價格 明明是要跟俄羅斯對著幹 所以應該這樣說 歐盟跪俄羅斯的機會就不大 當然 你說他們是否說不會談判就不是 當然他們變成有條件 就是你要保障到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也保障到烏克蘭的權利不受侵害之下 然後來談 也就是留一點生路給普京 就是你如果聰明的話 你就快點跪 又不要說跪 你快點妥協去談 談到說不定歐盟有些事情 歐盟、美國有些事情 不繼續追究到底 可能普京還可以抬 如果不是 你普京是等死的 即是幾遍都一起夾過來 這個情況 另一方面就是 他們當然就是 美歐也同時有了一種共識 對於中國也要下手 一步步下手 但現在的手就不是那麼急 至少歐洲這邊做的事情 就不是那麼急 歐洲更加在規矩 改革組織那些事情 還有某些特殊地方 例如法國可以在太平洋群島幫忙 實際建設 實際賣錢 賣影響力 OK 那一部分就幫你做 如果法國開了頭 其他歐洲國家 在印太地區有哪些 大家熟落開的 大家都這樣做 其實是形成競爭 跟中國競爭之餘 亦都可以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無論是拿來做生產基地 原材料基地 還是將來 可以再繼續發展市場 變成這樣的話 就算跟中國逐步跌倒 不跌倒也好 如果地區減少的合作 其實都夠了 去做 歐盟就變成有口氣 而又可以達到 跟美國的大家 的聯合 如何大家一齊 去應付全球的挑戰 第一節大概是這樣 所以馬克朗和拜登 加上歐洲都說了 於是我們在下一節 對比一下歐盟那邊 跟中國訪問又是怎樣 接著這一節 講講歐洲的理事會主席 Mitchell 去了中國訪問 他已經見到頭三號人物 習主席 現在還是李克強做總理 還有人大委員想律戰書 問題是三位人兄當中 兩位都在等下台 所以就算談什麼都好 講到底都是習主席 他想怎樣看 其他兩位 就算跟你承諾多十樣東西 都沒有用 因為最終到時候 估計下年二月 二三月 三月初過了兩會之後 基本上那兩個都要退出 所以你現在談什麼都沒有用 我想Mitchell當然不會不知道 你不要當他傻的 但是他怎樣都要去談 我覺得歐盟的這種談 現在給我的一種感覺 其實是一種牽制 就是說 現在我和你保持談判 目標不是真的想達成任何東西 而是說我一直保持一個希望給你 讓你不要走到這麼極端 或者有些事情不要去做 或者看看可不可以 還可以拉到多少東西回來 或者就算什麼都做不到 我可以保持一個對話渠道 或者一個對話的通道的話 就算有什麼事情 我和美國人都還可以 做美國人的中間人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美國要派特使 大家暗瓦底去談 但如果中美關係 這陣子很一般 有時候都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是現在他們觀察過 中國的這種情況 這屆政府還可以談 下屆政府你真是大瓦 下屆政府如果再上來的 熟悉西方人很少 就算有沒有 有 有的技術官僚層面 那一班 因為那一班更年輕 已經是去到五十多歲的年紀 那裡有一堆認識 有些都是在外國讀書回來 但是那些僅限於技術官僚 你能夠溝通的層次 只能夠在技術層面層次溝通 所以技術不是一定說技術的技術 即是在一個行政層面上溝通 而不是在一個政治 戰略那些層面上溝通 去不到那些層面的話 有時候說什麼也沒有用 那些層面溝通不是沒有用 那些層面的溝通 有時候可以避免一些很大的誤解 或者就算真的抹面 去到操作層面 大家還有人是有共識 或者大家還有人是溝通到的 不會去到極端 但是你沒有什麼人 如果在戰略層面上有得談 就很難濕 那歐洲那邊 會不會因為歐盟 大陸也很想爭取歐盟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歐盟如果保持著這種通道的話 就變成可以和 有時候可以代美國去談 而且變成這樣 歐盟有一個價值 在這裏 變成希望 例如如果美國下屆 以後下屆總統 假設不是民主黨 假設是共和黨 就算是共和黨 無論是蓬佩奧也好 Dissantis Marco Rubio Tek Cruz 誰也好 我猜特朗普的機會就少了 我猜特朗普就 而且加上年紀的考慮 但我想要防備 即使特朗普上來 也不會那麼容易拆掉歐盟的壇 至少歐盟還可以保持一種通道 就算特朗普上來 特朗普的幕僚 如果幕僚界裡 也有這種共同的認識 至少歐盟也不會受那麼多麻煩 這是總共的重點 對於歐盟來說 有它的作用 在遠東這一帶 即是在Indo Pacific這一帶 也保持著這種對話溝通渠道的話 變成歐盟在華 甚至在台 兩邊落豬都好 兩邊的利益都有機會受保障 或者不是受很大的保障 但至少不是馬上抹面 即使走到也要有時間 走到也不是馬上走得到 要潤也不是馬上潤到 一會兒太乾潤不潤就麻煩了 關係乾到七彩 然後你們想教他們 然後你們想要走 那你不能走 變成乾渣渣的 乾等 等等等到寂寞到夜深 對嗎 最終人亦人選擇你 你就大力王 你不會走不走 歐盟應該要做些事情 與此同時,你看到歐盟的玩法 差不多一口砂糖一口糞便 我們很認同,我們雙方都是多邊支持多邊主義的 我們雙方都是說法律的 對,大家都是說法律的 然後後面那句說,烏克蘭那裡 我們歐盟真的覺得你要幫幫手 你跟俄羅斯都這麼熟 而且你是一個全球的全球伴侶 一個全球的很重要的玩家 所以你不應該坐在一旁 不可以吃花生 你應該出手去干預 但是習主席說來講,這些事情要政治解決 但是怎樣政治解決? 什麼條件下政治解決? 到底是怎樣解決? 政治解決是否叫烏克蘭各樣領土 這個不能接受 所以很多潛台詞就是表面這樣說 說到我們中歐大家都是共同相信這件事 既然共同相信,然後就問你 那你就夾著你來想 那你應該要做事 你不做事就行了,我可以繼續說 把口浪在我那裡,我可以繼續同意你 有些事情把口來同意你 但實際上有些事情我就不會配合你 大哥,你也要做才行 這世界有些事情你不可以不做 你說說政治解決,怎樣政治解決? 你一天拿不到東西出來,一天不出聲 就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的玩法 因為他也說明這件事不是干涉別人的內政 有些事情,這些事情是在維持聯合國的憲章 同樣的道理也應用在台海 應用在新疆香港那裡,全部都提醒了 他也是拿完聯合國的憲章來夾 就是說這件事不是我干涉你內政 我們是不會干涉你內政的 台海那邊,台灣我們依然是支持一個中國 但是你兩岸的和平,航行的自由 你要得到保障 這就是歐盟的要求 歐盟的棉女針也是 說到好像很柔軟 但實際上後面的那些要求 其實跟美國是一模一勾樣 都是惹惹的 而且這次又說我們歐中投資協定會盡力合作 想想怎樣談 然後後面那句說什麼 後面那句就說不如敢說 Honestly 貿易就要做的 我們很同意,我們不想跟你地級號 我們要跟你做貿易,我們要跟你做生意 但做生意不只是講求一美 講求Smooth 一美講求潤滑 這個不是潤,不是走路 不只是講自由貿易,講合作 我們還需要有平衡和公道 所以歐中投資協定也好 跟你繼續說我不結婚也好 其實就不是跟你跪著 現在是跟他追溯 Mitchell說明歐盟發覺 大家說市場准入 我們的准入和你的准入差很遠 相對來說,中國貨品進來歐洲很容易 但我們歐洲的貨品服務要進來中國很難 你這麼喜歡說自由貿易 我們就承認 但說貿易不只是自由 不只是合作 也要說公平 說平衡 你也要接受我們的產品 要讓我們准入才行 與此同時一句就帶下去 也同時很憂慮 就是封控的情況 偉大祖國你封控得這麼厲害 對做生意對經濟也有影響 而這個影響不只是影響你自己 影響我們 對雙方的經濟也不好 所以後面那一句就叫你重開 要重開 然後要歡迎那些企業進來 要大家公道 那你後面那張歐洲投資協議 就有得談 不然要談毛嗎 還有就是上次考慮到 蕭凌智來的時候 已經直接提及了 G20 其他的情況下 乃至上星期有群眾運動的時候 蕭凌智又來抽水 打我們BioNTech就可以了 即是說明 現在EU也做了老銷 就是大佬 你重開 你用BioNTech的那些 反正你跟復星簽了約 BioNTech BioNTech Visor 不是BioNTech Visor 但Visor跟BioNTech 其實都是一間聯營 你當是 Visor跟你復星簽了約 那你就通過復星來供應給你 你一定要合資 你合作建廠要時間 你遠水不能夠近火 你建廠要幾年 建得來 疫症都過了 或者不過的話 天天這樣 你多捱三四年 你很過癮 你現在脆脆地 立即認了它 立即全國打針 開放到我們就可以跟你做貿易 不然也是一種市場准入來的 我進不了你的市場 這樣也是 我怎麼進去 你當作是市場准入手段 限制我們歐洲公司進來 那不是辦法 裡面的潛台設計劇都要過去 不是說什麼簡單 當然他們還要說其他的 那些可持續發展 氣候變化 健康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說法 通通都是 夾大陸人上車的 而且是 夾你上車 你不上車 就有些合作 那我就什麼 看一看 什麼 什麼 那就是 其實這個情形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這個歐盟主席這次的訪華 就是 他們玩的那套也是 表面姿態放低 表面好像給你 其實你會玩去床針 具具具具具具的骨 大佬裡 真的是 真是 每樣東西都很遠 啊 是的 老闆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但是老闆你也找我一筆 不是我怎麼認你做老闆 你找不到這筆 我幫不了你 說完之後 就走開了 而且他又沒有代表團根 即是來訪問一下 追數 舊數未找申訴免問 歐洲投資協定 就先看看 看看怎樣 情形就是這樣 尤其是 法國這邊和美國基本上 事前去的時候一定有事情談好了 那些是儀式的事情 但是進一步敲定一些事情 大家的儀式感在這裡 一口氣就搞定了 釋放出的信號 至少來自商界領袖的壓力會慢慢減少 要哄中國和哄俄國的那種商界領袖的壓力應該會減少 反而不是對抗的 對俄佬會比較硬 因為正在打仗 對中國的那一句就是 我們要講公道 不只是講合作 要講公道 不要再講合作精神 現在要講合約精神 這個我很記得 我記得的 當年小弟在做工程的時候 跟中國公司談 我一拿著合約談 他們就說 Darick呀 你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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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只講這個 這個這個合約精神的嘛 要講合作精神的嘛 合作精神 是 我抬錢 抬錢做生意 我們一個先都不能收 這叫合作精神 我們收穩了 到時怎樣合作 真是韭菜給你割嗎 始終當然講一講一講數 他都給錢的 那個年代 講二十年前就來 那個年代還不一樣 數是找的 不過漏氣啦 你就要出盡法寶去追 不是一個先都沒有 或者少很多 那現在我想歐盟的做法都是這樣 大哥 你講合作精神 你也要有掃爪的 沒有掃爪就沒有合作 然後就講合約 那你說 你要理你歐盟 你算了什麼 你們真是二老國家 我二流而已 但是我扑著那個大哥是一流的 那個超一流的 那個叫美國 我扑著他 大家一起玩 看看怎樣 到時你會說 你不賺活啊 大哥 要講武德 你也要給我錢的 什麼錢都沒有 你什麼錢都沒有 不只是錢的 有很多承諾 你也要找那些承諾 我不站那麼近美國人 但是你不肯 那我就繼續站在美國人 反正美國人給我了 我又不怕你 這個情形 看完那份東西之後 那個情形就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就在下面的連結給自己看 可能我有時候戲劇化了 大家看完原文就比較沒有戲劇化 這個第二節就講完 最後一節就看一看美日航的東西 第三節 針對北韓的 導彈試射和準備要搞的核試 美國財政部當然是加料 美國財政部 他就會加了幾個人進去 本來歐盟正在制裁 現在輪到美國財政部一起制裁 另外就是南韓 有 有七個人 其中包括一個新加坡佬 一個台灣佬 加8家公司 現在其實已經是美國在制裁 現在南韓也加入制裁 日本也制裁三家公司 還有一個人是新加料的 而這個制裁裡面還加了 其中一家公司叫做Lazarus Group 懷疑發動網絡襲擊 因為中俄一向都不會讓你制裁 所以他們現在索性 不要煩了 他們這班人自己單邊制裁 這個消息本身 聽起來就不是很特別 但是關鍵就是 似乎在 現在北韓的行動越來越緊張 而這個南韓和日本 日本呢 如果以台灣地區計算他們 當然沒有什麼動作 因為始終畢竟是 怎麼說呢 那裡有很多複雜issue 但是北韓金仔就容易搞很多 而且北韓金仔對他們的要脅更大 直接威脅 因為 金仔真的隨時 如果真的 中國和美國開拖 而金仔 無論任何理由 他站在中國那邊 先發制人 由北韓射幾顆導彈 到南韓 你也大人王 近近地的邊境 就算爆不入首爾 你也大人王 因為 你隨便在南韓任何地方爆 都是麻煩的事 射一支鍾情的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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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令人家居民有一段時間陷入恐慌和政府陷入混亂 這種揣擾能力 金仔是有的 金仔未必會傻到真的跑去咳嚇 但他一天在這樣 他可以繼續進行勒索 還有他也可以跟中國交功課 跟中國交功課的話 除了找中國拿資源之外 對於中國來說 中國始終有個白手套 借他來走去嚇 南韓和日本 美國人不害怕 但南韓和日本 真的要看是誰拿莊 拿莊的人也好 你就算是尋石穴 尋石穴對北韓是強硬的 但尋石穴這幾個月的表現來看 這條有幾分勾勾勾的 不是一個精明的領袖 他的團隊也有點溜溜溜 立場不算的話 有些做事的手法 惹火 惹火得來不見得真強硬 即是你打人打不到真的很痛的位置 到真的要你付出的時候有時候有時候救贖 你試試是否真的部署得多些薩德 或者你說是否Decouple玩盡一點 那些事情他反而不敢盡 你就變成別人看穿你的禮牌 你那個惡是 有幾分是塞的 有幾分是表面文章 還有如果他現在 國內遇到的問題 他解決不了的話 國內的那種震動 隨時會令到 這個政府又是很不穩定 變成出不了力 所以 南韓這些 左搖右擺 有時候令到人都頭痛 當然他現在起碼都要承諾一些事情 起碼跟莊 終於跟莊落著 有些事情終於要做 但做得到不到位 其實都不知道 但美國 至少要夾著日韓去做 因為日韓這樣 這樣 勾勒的 尋碩越又是勾勒 然後岸田又站得不穩 現在隨時有機會被人推下來 那你那個 日韓那一有變數的話 很影響美國的印太部署 加上台灣的地區選舉 搞到這樣 美國在亞太部署 一定要出力 現在反而歐盟他不怕 歐盟的心態是放鬆的 歐盟現在已經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但是印太這邊 特別是亞太地區 這壇事是幾頭站在美國的眼光看 現在除了加拿大歸隊之外 其實整個印太地區 都是充滿挑戰的 對於中國來說是充滿機遇 所以充滿挑戰 第一拉丁美洲那一堆都是有麻煩 現在那種向左轉 就算他不是跟美國人真的對著 但是一向左轉 即是等於你轉了坐管 頭頭當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當然會搞你 這已經不是一件好的事 另一方面到轉來看 亞太地區 若然允錫越做得夠弱的東西 被人踢狗下來 被人拿貪污又拿出來 有人在民眾壓力下要下來 又或者他搞什麼案件 令到南韓的經濟衰退 或者令到南韓整天陷入一個政治不穩 經濟不是差 可能大財團賺到錢 但是整個社會不穩 經常有示威遊行 美國要借南韓的政府去做任何部署都會浪費 因為這個政府沒有民心 到時你真的想著要加強防禦的時候 南韓民眾煽動起來 說NO 尤其是你美國又那麼支持那些南韓商家 你在南韓人眼中 你美國也是在賊人格的 如果他有這樣的印象 加一些 認知作戰 就變成了 南韓人可能會有一種印象 我們南韓人當然是 他們可能很多人很不喜歡中國 他們不願意 跟那麼多中國人來玩 或者打架 但同時他們也不喜歡美國 我們中立 或者我們站遠一點 你不要來搞搞我們就算了 如果走到這樣的東西 其實對中國來說已經贏了 你已經是 因為你南韓一無力化的話 其實就在你自己的旁邊就少了一個導彈基地 或者少了一個麻煩位 沒有了把匕首對準著自己的心臟 差很遠 你不要忘記大腦和心臟 因為 北京 其實是 入了射程 如果你有這個大腦兼心臟 響了北京的功能 那你南韓一旦 親美國親得很緊 而南韓民眾又站得很硬的話 那你北京那邊很難睡得著 但如果南韓是 即是 vv混混的 隨時隨便便吃飯 那你回頭就北京安全很多 這就變成了他的戰略推導起來容易做 另一邊就是 日本現在麻煩的就是岸田民眾到底還可以撐多久 因為岸田的民眾都很一般 而且日本開始見通漲 但是 黑田又不見得他會 他就快 他聽 上次說 黑田不打算續任 但是 無論如何 黑田續任也不續任 日本央行 那這怎麼對應呢 這個通漲 你不可以永世靠價格管制 但是你一加息日本的經濟 剛剛 開放 剛剛叫繁榮 那些油漆街過的 那他又是面臨一個頭尺的位 而如果岸田民眾搞不行 而日本經濟又好不行 會不會也讓日本人選一個 新的首相 新的首相 就是偉偉是大佬選 中立一點或者中和一點 所以 日韓這兩邊 現在還要跟美國去做 有些事情 還有就是希望用這件事夾著金仔 但是 那個隱憂就在於 兩個政府都不太穩固 變了 會不會到時候搞到 那些人反水 反水就不用一定要反美 不用一定要什麼 不用親中 只要宴美就可以了 就是 令到一些人說 我們不喜歡中國 但是我們也不喜歡美國 對於中國 對 沒錯 這個是對的 你不用喜歡我 但是你不喜歡美國 不需要喜歡美國 其實我們和你一向都是 當你是很對等的 我們一向 沒有要求你親我們 只不過就是大家為共同利益 一起賺錢就算了 或者你不要去搞台灣那段 你不要去干預 那些是我的地方 你不要來搞 是不是 不要跟美國起舞 是不是 中立一點 而也不要忘記 中國的 現在外交的 掌陀人 王毅 他熟悉日本的 他做過駐日大使 實際上他做駐日大使的年代 還不是習主席上台的年代 其實 在日本人眼中他可以的 他很溝通得到 那時候的王毅是謙謙君子 不是現在的戰狼 我們大家知道他們這些戰不戰狼的戲 很多都是 根本交功課給上面看 做得外交 讀外交 難道他不知道他的戰狼位 是不行的嗎 但是 上面要這個 他不是交這個 他也是技術官僚 那如果王毅出招 會不會 會不會出這些招 因為王毅其實一直都很主張拉攏日本 以及拉攏韓國 中日韓三邊 圍起了 如果是 如果這條策略 的確台海 至少在遠東一帶 台海的局面 就會危了很多 因為 台灣會更孤難 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借了 安培過身 尤其是日本 如果安培在 甚至連南韓那邊 他也有辦法震得住油膠 他安培有一定的影響力 尤其是不要忘記安培 也有通過統一教會去做的 統一教會 差不多半邪教組織 你什麼樣 政治組織更加像 那就是 有些暗淡的東西 那些東西有時候就變成 不曝光的東西 你說政治污不污糟 當然污糟 政治 但是有些位置你不污糟 他做不到事 他本來可以靠這些 跟南韓又交聯繫 但是 現在沒有了一個人 而岸田不是這種人 岸田沒有這個功夫 岸田是一個好的外交官 他還可以做外相的年代 我都說他是棉裡藏心 但問題就是 作為手上 他沒有震場力 如果震不住 後手就會出現很多麻煩 所以日韓反而是相對危 雖然現在正在制裁北韓 但是他們之間 那兩個政府到底 和民眾怎麼想 都是一個變數 於是 英國國會議員 訪問台灣 和 美國 大幅增加 對台灣的軍事預算 要 投注更加多架山 跟進去台灣 很明顯 美國的危機感 不只是標在 中國 是不是會現在出手 而是他要考慮多一點 萬一 日韓也不太能支援 要靠美國單拖支援 台灣一定要有足夠實力 熬得久 美國才能部署 而現在台灣的情況 似乎不太能 尤其是陸軍那邊 那些人是還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 尤其是看這次的選舉結果 美國也憂慮 有他的憂慮 所以 美國現在在這方面 國防沒有通過撥預算 來擺出那個姿態 直接取消戰略模糊 在某程度上 一個中國肯定是 但一個中國政策當中 一定是包含條件 就是要和平解決 你不可以武統 甚至你不可以走威嚇路線 如果不是走武統 不是走威嚇路線 而又想讓台灣人安心 美國要落重駐 明顯美國通過前一節說起 和法國搞定太平洋群島 這就是提供安全保障給澳洲 加強了這件事 加上德國在印尼 甚至在泰國那類地方的影響力 你看到包圍圈一直在握 加上德國和越南方面 又建立了一定的聯繫 法國在太平洋群島 以前有些是宗主 這也是一定的影響力 加上和澳洲 和澳洲釋懷了 已經沒事了 說好了 大家不再無故扭 這些位置全部 撐住台灣 與此同時 日韓那邊 我覺得美國 先要落重駐 直接落台灣 等於撐住民進黨 亦同時撐住了漁程 不要經常說美國人不撐 或者美國人會狡猾兩邊 站兩邊 但我覺得美國也有個憂慮 就是 我是落足重駐 但台灣人是不是真的落重駐呢 可能不落 或者可能大安主義 反正有人幫我防禦 我就借別人幫我防禦 去和大陸人談好的話題 談好的話題不是 談過大家的方案 如何處置大家的關係 不是 談過好的經濟話題 賺錢 就是拿美國人做 撐住民進黨 你不要排除這種可能性 所以 我想這裡還有很多變數 我想美國每一盤棋都要有時間想 都要做得很小心 如果不是一手一筆腎又是會乱招 本來本來想著今天說得短短的 結果一點都不短 只是解釋美法合作那一段都那麼長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什麼都夠了 我也累了 多謝大家收聽 我想可能再隔一兩天還有補充 因為 這段我還想看多一點東西 看看會不會還有補充 但是 美一行這段大概就是這樣 美國 美國 對於日韓 有他的一定的憂慮 不見得他一定能夠 做足他的角色 他雖然現在下注 但是對他後面是有些憂慮的 還有對台灣也有憂慮 所以也要下注 當然唯獨好一點就是歐盟那邊就肯下注 印太這邊 甚至下不少 當然條件就是美國也都在歐洲 北非 中東那些 就要支持歐盟 所以歐盟某程度上都是 好企堅強 而英國 也似乎找對自己的角色 就是 終於擺清楚自己的角色 你要跟歐洲人和 似乎新衛城可能會向著這個方向走 美國當然也創造了條件給他 與此同時就是在亞太地區 印太地區英國也要下注 而且這次 找國會議員去訪問台灣 你可以可見英國人 所以連跟中國談都不談 就作性下注 跟你聯絡 當然他所謀者就大 因為在亞洲他要拿回寬戶 拿回橋頭埔 加上加拿大和澳洲 如果把加拿大和澳洲和英國 大家夾在一起 你也明白什麼事 在印太地區就變成三方一起去頂 集中火力 除了在台海一帶 也加上南海一帶 也是針對中國 當然擺明 反而是日韓自己 就要自己看 怎樣 說到這樣 總結完了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遲些再談 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 訂閱 按鈴鈴 還有有影響的Superfans 我 遲些再談 拜拜